你如果觉得你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以下 你都不配活着 你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月薪5万 这是一个起点 但其实并不是 真正人大部分97%98%的真正在中国的人来说 5000块钱可能就属于高收入了 大部分人可能是3000块钱的月薪 真的就是为了生活而去奔波 之前有一个外国的学者 他要做一个实验 他去了印度 这地方人生力不熟 然后他就是要用一年的时间 他放弃他所有已知的所有知识 不能运用这些和资源 在当地找一份工作重新学习新的技能 然后看看一年之后他能不能 他想要证明就是我重新学习 用我掌握的这个方法 我依然能爬上去 结果做到半年他就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了 他没有想到 就是他每一天 仅仅是解决温饱跟活着这件事情 就用尽了他全部的精力和脑力 他根本没有时间重新学习 他根本没有精力重新学习 所以他这半年一直都在活着 他根本没有办法晋升 这是真正在地球上大部分人的现状 现在的互联网 大部分的东西让你感觉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再怎么努力 我都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 月薪五万对我来说就是个梦 所以我干脆就放弃 自暴自弃或什么东西 反而造成对这些人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种伤害 真的 要么就是在贩卖焦虑 你为什么还不成功 你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你的时间 你为什么浪费青春 就类似于这种 所以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说了 一生能够去成就大事的人 真的有限 但一生当中 我们做好每一天吃衣食住行 吃喝拉撒睡这种小事 每一件事 我都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这些小事累积起来 一样是牛逼的 这也是伟大的一生 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成就一番 什么样的大业 成赚了多少钱 成为一个众人周知 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才叫成功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 适当的去平衡 调解自己心里的这个压力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就把这种东西看起来 好 谢谢大家